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 大家好,欢迎收看涛歌测评 那么今天呢,带给你们的是这款来自于HOTOICE的 飞红女巫2.0 这款限定版的飞红女巫 或者叫新红女巫啊 我是在杭州动漫展预定的 官方预定价呢是1350块钱 不过呢,目前它的价格 炒到接近1700、1800左右 所以说整体来说并不便宜 同时呢,这个版本又叫做新复仇者版 因为呢,它只在复仇者联盟2的结尾 有过短短几秒的登场 而在其他地方呢,就没有出现过了 这个与美对三内战的那套衣服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要限定发售的 毕竟人气并不是很高 另外呢,在本期视频中 我也会就1.0和2.0 有哪些不同啊,做一个详细的对比 同时呢,如果各位想要预定 美对三内战HOTOICE人物的话 也可以去官方合作店铺 翘皮沙看一看 这是南京本地的设计店 值得信赖 OK,那么废话呢 咱们就说到这儿 让我们的评测马上开始吧 包装盒方面呢 并不是复联2一贯的风格 而是采用了女巫侧脸的剪影 同时呢,盒子上面这个 Avengers的logo 我总感觉有点像 美国队长的盾牌啊,有没有 不过呢,如果撞到盒子的背面 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设计啊 就跟普通的 富社联盟2的人偶包装差不多了 内包方面呢 配件并不是很多 除了主体之外呢 就是替换手 特效件以及地台了 而在说明书方面呢 也是简单明了 只告诉了你 特效件该如何安插 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同时呢 上次的星红女巫1.0的评测 也由小朋友的家长 去跟我抱怨 太呜了 所以这次的2.0的评测呢 我打算以非常正经的方式来介绍 在主体方面 这次的星红女巫2.0 最大的亮点就是全新设计的服装 可以看到 这身皮衣的剪裁 相当的贴身 将女巫的扮演者 伊丽莎白 那火辣的身材啊 展现的是淋漓尽致了 必须好评 而且如果你凑进去看的话 这身衣服的服装 也是有多种不同的服装材质 所拼接而成的 并且呢 这个红色也不是单一的颜色 而是深浅两种相搭配 所以这套服装 整体看上去的视觉观感很不错 层次分明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 虽然从上面来看 这个胸口的景色非常美好 但是这个地方的面料太硬了 使得整体摸上去 手感很一般啊 这点真的要给插屏了 诶 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啊 服装的背面呢 可以看到 这里的造型就要相对简单一些了 不过这儿呢 有一个大拉链 我们呢 可以把这个拉链拉上去 那么这样子的话 整个星红女巫上半身的素体 咱们可就一览无余了 同时呢 转到正面 嗯 春宵一颗值千金啊 各位呢 记得暂停铁平哦 同时呢 可以看到 这个胸部啊 依然是没什么细节的 不过呢 这个也是正常的情况 没啥好吐槽的 另外其实我并不建议大家 像我一样去拉这个拉链啊 因为呢 这个地方其实很脆弱 一不小心啊 就会像我一样 玩脱了 头雕方面呢 整体和之前的女巫1.0 并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呢 这次是一个全新的涂装 使得女神的面容啊 看上去更加精致了 同时呢 这个头发造型 也是贴合剧中形象的大波浪 而且呢 这里还用了多种 不同颜色的发丝 来塑造层次感 非常漂亮 而具体头雕的表现 和1.0有哪些不同呢 这个对比环节的时候呢 咱们再细聊 而在下半身方面呢 就是简单的皮裤和皮靴了 这个地方造型刻画的还不错 腿部的曲线啊 我能玩一年的节奏啊 不过呢 我感觉相比于上半身 服装的精致细节 这个靴子的细节 就非常一般了 特别是你看在这个靴子的脚底啊 哎不说了 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一点细节的节奏啊 在对比方面呢 拿出同样的出自 附设的联帽二系列的 飞红女巫1.0进行一个比较 可以看出啊 二者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这个服装的造型了 1.0的服装啊 颇有点 沉香结合布的即视感 而到了2.0这里呢 就是分分钟 巴黎时装发布会的节奏啊 同时呢 因为2.0的这个服装 将全身的关节都包裹起来 所以说整体看上去呢 就不会再有1.0那种 膝关节外露的问题了 这一点啊 必须要给好评 同时呢 在大家最关心的头雕方面 两款飞红女巫使用的头雕 都是同一个模具 只不过呢 2.0的涂重 要更加优秀一点 你可以看到 这个眼影的韵染 2.0做的相当自然 口红的颜色呢 也更加红润 这些改动啊 都使得2.0的面容 相比起1.0来说 要更加精致 而且呢 在头发方面 2.0的大波浪 也比1.0的要好看一些 同时呢 2.0的头发比较顺滑 不会像1.0那样 弄得糟的 而且呢 1.0的这个头发的发丝 都是一个颜色 而2.0呢 采用了不同颜色的发丝 进行组成 层次感方面要更好 总之呢 无论你从各个方面来看 2.0的造型啊 都要比1.0优秀 这似乎是一个不真的事实 不过呢 1.0目前900多元的价格 仅仅只是2.0售价的一半多一点 所以该如何选择呢 我们还是来看看 Play玩具控上 网友发出的评论吧 那么可以看到呢 Play玩具控上面 网友的想法 跟我是一样的 我们都一致认为啊 这个 女巫2.0的造型 要比女巫1.0好看很多了 可以说这也是印证的那句话 长得好 不如穿得好 女巫2.0呢 这完全就是一个 女神的造型啊 而女巫1.0呢 看起来就有点像大婶了 对不对 说起来也是蛮惨的 其实只换了一个衣服而已 结果呢 就差这么多 那么如果你也想参与我的视频 话题调论 就请嗓囊下方二维码 下载朋友安具控吧 在这里可以上安具 交朋友 还可以与我一起互动哦 可动性方面呢 头部像两边这样 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呢 整个头部 上台 包括低头 也都可以做到 脖子处是一个包胶关节 所以说像两边这样 活动啊 都不会有问题 而且这个地方 也不会露出什么破绽 缩骨很性感 这里说一下 然后呢 这个手臂方面 向侧边平举 可以达到一个90度 还有多一点的 同时呢 向前的一个活动性 和向后的一个活动性啊 可以注意到 服装裁剪呢 都不会造成什么 太大的影响 而且呢 这个屈肘的幅度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可动范围 不过呢 在这个身体方面的活动性 就比较一般了 你无论向哪边 进行扭动啊 它这个 因为衣服材质比较硬 所以说整个关节的 回弹力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腰部方面的活动性呢 我感觉就比较可惜了 下半身的活动性方面 其实比较意外 我本来以为 这种大范围皮裤的造型 会对可动性的干涉比较大 但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腿部 向外面扩张的可动性 包括像这样 向前活动 虽然说会有回弹 但是还是能够 保持在一个 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可动性 向后呢 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幅度 同时呢 可以看到 它这个曲肘范围 因为是双关节嘛 所以说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皮裤啊 对可动性的影响 真的是非常小 这个材质啊 感觉必须要给好评了 但是呢 靴子方面 因为整体采用了 一整块印象胶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这个可动性 几乎可以忽略为零了 基本上呢 是没有什么左右接地性的 平时站立的pose 摆放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也会感觉 有点略微的奇怪 不过总的来说 星红2.0的可动性 还是很不错的 一些基本的战斗pose 都可以摆出来 而且啊 这种皮裤下半身造型 结果这个可动性 并没有什么影响 这一点也超出了我的预期 必须要给好评了 配件方面呢 除了替换手型 特效件以外呢 就是一个专用地台了 这个地台呢 没什么特别好说的 因为跟之前1.0的版本 是一毛一样的 只不过呢 这次也是采用了 这种夹腰式的支架 而不是脱当式的 可以看出 HOTOIS呢 对于女性人偶的 生理健康问题啊 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 而在替换手型方面呢 除了默认的 开掌手型之外 还额外附带了 四种不同的发大招式 和特效手型 可以看到 这四个手型啊 它们的造型 都是截然不同的 左右不对称 同时呢 这个手指上面 是采用了透明红色 渐变喷涂的方式 来再现 女巫发大招式 这个手指发光的样子 而且这次的渐变 我觉得做的非常自然 比1.0版本 还要好一些 替换手型的方式呢 跟之前一样 同时呢 可以看到 它这个连接器啊 是比较脆弱的一个材质 在把玩的时候呢 一定要特别小心了 那么直接把这个手型呢 给它往上面一插就可以了 安装的方法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顺带一提啊 这个替换手型的手指呢 是软胶材质的 所以说呢 不用担心 在把玩的时候呢 会把它完断了 不过这个手型 其实我觉得 真的是太像 加藤丁之手了 你让我如何能够不想歪啊 特效件方面呢 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喜啊 因为跟之前1.0版本呢 用的都是一样的模具 可以看到 依然是这个火焰的造型 同时呢里面还有一些透明红色的涂装 看起来呢 还是挺漂亮的 安装的方法呢 也和1.0版本一样 这也就不再赘述了 只不过呢 我一直不太喜欢这两个特效零件啊 因为我觉得做的还是太过于抽象了 但是呢 有总比没有好 装上这两个特效件之后呢 在拍一些照片 摆pose的时候 还是挺好用的 总归呢 是一个聊胜于无的配件吧 服装造型设计方面的先天优势 使得这款新红女巫2.0 在外观上全面超越的1.0版本 但是限定品的身份 带来高昂的现货价格 再加上这个并没有什么亮点的配件 让整体的可玩性呢 和性价比确实不高 不满足于1.0造型 又觉得2.0太贵的玩家 可以考虑等内战版的 不过内战版的头雕 依然沿用了之前的模具 Hot Toys啊 在这方面真的是偷的 一头多用啊 让整体的新鲜感呢 大打折扣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Like it or not Hot Toys的新红女巫 依然是目前12寸人偶这个领域里面 做的最好的 因为根本没有别的厂家再出 所以很多时候啊 真的没得选 这让我想起了 国内某些垄断行业的现状 有时候我用你啊 不是因为你做的有多好 而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 咳咳咳 话题好像扯远了 总之呢 不考虑价格的话 这款新红女巫2.0 依然是一款非常优秀的产品 值得入手与否呢 就看你对这个角色的爱有多少了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陶哥测评 我的视频呢 都有第一时间在微信上面推送的 同时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关注新浪微博 I don't tell save 与我一同探讨 最后呢 不要忘了订阅和关注 陶哥测评的视频频道 那么下次再见吧 拜拜 What's up 我一同探访的视频道